圣经上教导我们要顺服父母 听爸爸妈妈的话 因为这样就好像打了一把伞一样 祝福和保护就会遮盖着我们 当我们乖乖地听爸爸妈妈的话 就可以避免很多的伤害 例如早上不赖床 就可以准时到学校 吃饭的时候不挑食 就可以有健康的身体 还有哦 如果我们懂得和别人分享 就可以有很多的朋友 但是当我们不听爸爸妈妈的话 这把保护伞就没有了 当有不好的事情发生时 我们就没有了保护 让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 我儿要谨守你父亲的诫命 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 我们要听爸爸妈妈的话 我们下来看看 您看什么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